下一条消息 实际上说的是科技创新的问题 我们再来看 那么科技大佬齐聚 而且称的是什么呢 科技创新 腾讯就说 我愿意出十亿元人民币干什么呢 进行基础的科研研发 还有就是大陆商界呼吁 就是要设5G的发展基金 这个对于科技发展将会有重大的指导作用 这是来自于台湾的旺报 这条消息是一个好消息 来自于台湾的旺报 中国大陆将会在明年 也就是2020年 发射火星探测器 而且要进入火星探测的国家行列